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确定了十二月四日为国家宪法日 我们国家对宪法的尊重和重视 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那么宪法为什么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 拥有这么高的地位 它的力量来源于哪里 确立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是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总契约 宪法规定涉及到哪些国家政治制度 如何做到对公民权利的保障 宪法通过制度和规则的形式 保证了人身安全 不会随意被奴役或者被强制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宪法的权威性和根本性 宪法作为根本大法 它在国家的运行中又发挥了哪些关键作用 国家行政学院李勇 将为您讲述124国家宪法日特别节目 第一集 宪法是什么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党的18届四中全会提出 每年12月4日是国家的宪法日 国家不但设立了一个特殊的纪念日 还规定公职人员等一些岗位在就职的时候要对着宪法宣示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维护宪法权威 捍卫宪法尊严 增强宪法意识和法治观念 一本小册子一共就138条 为啥变得这么重要啊 我想就在于宪法是社会启蒙的起点 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是人节幸福的基础啊 我们将分为四讲 讨论宪法是什么 宪法是怎么来的 宪法宪法思维与我们生活的关系 宪法是什么呢 我们对宪法这个词啊 并不陌生 也经常在各种电视广播里 听到宪法这个词 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但什么是根本大法 为什么根本 为什么重要 听起来这么高大上的东西 和我们的百姓生活 有什么关系吗 宪法的根本性和重要性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确立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 是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总契约 第二 宪法内容涉及公民最重要的权利 以及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设计 是治国理政的总章程 第三 宪法体现了人类的最高理性 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是国家的根本法 第四 宪法是实现人节幸福的 一整套科学的制度安排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个内容 宪法是什么 首先 宪法是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总契约 我们知道啊 从古至今 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啊 为什么 他要解决的是 凭什么老百姓要接受他的管理 对吧 古代社会 中外盖末门外 都交给了谁啊 神 天神 因此你看中国古代的皇帝又称为什么呢 天子 太监念圣旨的时候 为什么都先说奉天承运皇帝昭月 他咋不说 皇帝说什么了 你们得要干什么呢 不是 他首先说的是 我这个皇帝下的指令 是上天的意志 是吧 这是古代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所以你看我们看历史啊 要想当上皇帝 要想拥有最高权力的 那些拥有者 他都要在上天找一个好的血统 找个好爸爸 你看朱元璋出生的时候 说自己家红光满天 街坊邻居都以为老朱家着火了呢 结果到了 他家一看 原来朱元璋出生了 证明的是什么 朱元璋注定要当皇帝的 他们咋不说 谁的武力强 谁就应该做天下呢 他们都没有那么傻呀 那不是鼓励别人 残武力 拼实力 来推翻他的统治吗 通过这种方式 古代帝王 完成了他们自己 从人到神的转换 是吧 他们想说明 你们都是一般人啊 而我可不是一般人 我是神的后代 或者我就是神 你们哪能干过神呢 是吧 统治就相对稳定了 除了中国呀 其实外国也都是一样的 他们讲什么 叫做军权神兽 军权神兽什么意思 皇帝的权力 国王的权力 还需要有一个神 来管理他们 是吧 所以呢 我们经常看到 在古代欧洲也好 其他国家也好 中世纪的时候 他的宗教的实力 经常都要和 世俗的权力之间 进行争权夺利 进行斗争 我们看历史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包括中国在内 没有宪法之前 许多国家 都有过引以为傲的历史 有过引以为傲的过去 但是也都没能摆脱 毛泽东与黄炎培 在窑洞里 讨论过的历史周期律 他们想 其兴也薄言 其亡也忽言 当然左传和新唐书 也都说过这个话 为什么会有周期律 你看 当一个国家 一个皇帝 想要当上国王 想要称王图霸的时候 他们通常都会把地 让给谁 让给老百姓 减少老百姓的负担 给钱 给粮 给地 通常通过立法的形式 把国家的发展 与老百姓的利益 紧密的勾连在一起 老百姓愿意为这奋斗 但一旦坐稳了江山 老百姓的利益 在皇帝的眼里 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总结历史 我们说 解决历史纠纷 通常有这么三种办法 老百姓 要想解决自身的矛盾 主要期待着三公 首先是哪个公 是包公 包公在人们西部总管 近乎完美了 人们期待像包公那样 既能够大义灭亲 又能够敢杀上级领导 甚至最高领导亲信的 这样政治的官员 但是由于没有现代的分权制度 绝大部分裁判官 都没有实力做出这样的裁判 因此我开玩笑讲 像包公那样脸上能长月亮的人 在古代除了包公没别人 少之就少 逼不得已 人们开始向往宋公 即使与宋公明 既然我们身边的矛盾纠纷 解决不了 用暴力的方式 但毕竟暴力的方式 是需要有武功的 多数人也是能力有限的 当前两条路走不通的时候 最后人们又选择了寄公 希望通过一种超自然的力量 来解决问题 超验的意识 超自然的力量 迷信就产生了 而历史的经验表明 迷信加上利益的普遍受损 恰恰就是社会动乱的开始 社会矛盾没有通过制度的方式 得到有效的消解 反而鼓励了人们愚昧 无知和暴力 当然每一次改朝换代 给人们带来的都是无尽的苦难 因为没有一套有效的制度 持久的保护协调人们的利益 公伦的取舍和判断人们的利益 这也是为什么一个朝代 兴也拨 亡也乎的历史周期律的重要原因 宪法的产生正是为了避免这些悲剧 有个著名的宪法学者说的好 宪法是对充满苦难的 生活经验的批判和总结 宪法的历史充满了人类 在各个历史阶段中 为摆脱生活中的痛苦 而显示出来的聪明才智 我们今天学习宪法 就是为了学到这些聪明才智 为了避免再次失败 而未雨绸缪 为什么宪法能够避免这些悲剧呢 因为宪法首先是一个社会的总契约 在这个契约里规定了什么呀 规定了国家有义务保护公民的权利 实现社会的公平 实现人民的幸福 公民因此而有义务接受国家的管理 遵守规则 国家是为人民服务 人民接受治理 所以你看各国宪法 前几条都无一例外 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国家有义务维护公民的权利 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 实现人民的幸福等等 公民不可能推翻一个自己掌权 又保护自己利益的政权 对不对 宪法是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总契约 这也是现代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宪法是现代国家确立的基础 它不但解决了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还有效地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在此基础上改变了我们几千年来 关于人民与国家政权关系的传统思维 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国家制度运转得到了良性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的社会又会呈现出怎样 欣欣向荣的景象 人们的聪明才是被史无前例的激发出来 生产力也出现了跨越式的大发展 宪法是我们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这种地位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如何体现的 宪法又是如何推动社会生活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国家行政学院李勇将继续为您讲述 124国家宪法日特别节目 第一集宪法是什么 第二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长城 著名的宪法学家波普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他说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 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 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 而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 我们几乎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 正因为这样 设计一种即使出现坏的统治者 也不会造成社会百姓太大损害的制度 这是必要的 而宪法正是通过平衡权力 防止国家权力滥用 通过科学的制度 是人们不会受到国家的集体的他人的权力的侵害 他通常规定了国家最顶层的制度设计 规定了人之为人的那些不该受到侵犯的权力 他们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人的尊严等等那些人类最美好的陷阱 公民的权力不会受到来自国家的集体的他人的侵犯 人们就能够活得简单幸福 一个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 一个社会就能够生机勃勃 充满活力和创造力 没有宪法之前是什么样啊 社会上基本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是吧 赢者通吃 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换个皇帝换组人马 继续重复昨天的故事 社会上大多数人活得都不幸 人们在忍受着压迫疲于奔命 哪有多少创造性啊 当然没有国际竞争这样的状态比较稳定也就罢了 一有竞争烈势就会凸显出来了 让我们回想一下 人类社会什么时候发展的最快 我们不用再坐着马车 花费数周时间进京了 我们坐在家里就可以遍览天下之势了 人体的器官可以通过3D技术打印出来 工业革命以后 三百年来 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新奇的技术被发明创造 而过去人类至少有五千年文明史啊 都没有这么多发明创造啊 到底人类这三四百年来发生了什么样的巨大变化呢 有什么内在的规律呢 同样是人 为什么突然人类的创造性就增强了呢 宪法诞生了 宪法通过制度和规则的形式保证了人身安全 不会随意被奴役或者被强制 宪法通过规则和制度的形式明确了禅制度 人们不再担心依靠勤奋努力以及聪明才智所获得的财产会被权力随力的掠夺走 宪法通过制度和规则的形式肯定了人之为人的自由和权力 使人的天性得到了解放 不再像没有宪法之前 大部分人处于被管理 甚至被奴役的状态 我们知道啊 奴隶是没有发明创造的 他们不能充分的进行发明创造 历史上有能力的人 都会把精力放在博取功名上 当官上 是不是 为什么 因为在那个时代 攫取权力的巅峰是大部分人 特别是读书人 人生价值的主要取向啊 你看那个李时珍 三次科举不重 是吧 用功过度差点丧了命了 考不上科举没办法 怎么办 只好去当大夫了 宋英星五次科举不重 没办法 只好去写天宫开悟去了 徐侠客也是多次科举不重 没办法出去玩去了 是吧 玩好了 写了一本游记 世界成名了 试想会有多少李时珍 多少宋英星 多少徐侠客 因为科举重了 而丧失创造能力了 包括我们今天 尹伟维豪的那个祖宗之 发现了周其律 是吧 他的通料都笑话他呀 而再加上到了明朝以后 开始实施八股取士 八股取士什么特点 不能有思想 必须没创新 否则一定考不上啊 欧美国家这时已经开始认识 并思考人性到底是什么 并不断改进制度 制定并完善宪法 以明确制度的形式 保护了人之为人的权利 人们可以基于自己的兴趣爱好 和特长来干事情了 当官已经不再是 人们唯一的价值取向了 在这各个行业里 只要你有天赋 就有机会脱颖而出 社会的创造性自然都增强了 我们知道 大部分人都是有潜能的 但大部分奴隶却没有 人不再是工具之后 人们的聪明才智 被史无前例地激发起来了 生产力也出现了 跨越式的大发展 而宪法国家之后 人们不再需要登到 权力的尖锋 因为它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 就是高峰 正是生产力的迫切需求 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大调整 反过来又促进了 生产力的大发展 因为宪法规定内容至关重要 宪法赋予人们平等的权利 所以我们说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是我们的根本大法 有关它的制定和修改 需要依据怎样的原则和标准 拥有修宪提案权的主体 只有两个 一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一个是五分之一以上的 全国人大代表 宪法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它究竟如何保障 让我们的社会能够良性运转 宪法就是为了确保 国家治理能够科学化 人权能够得到保障 而设计的一整套 科学的顶层制度设计 在我国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的进程中 我们该如何发挥 宪法的重要作用 它又如何潜移默化地 影响生活 使法律成为我们的一种信仰 国家行政学院李永 将继续为您讲述 124国家宪法日特别节目 第一集 宪法是什么 确立了政权的合法性 又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我们耳熟能详的 宪法还是什么呢 我们说宪法还是国家的根本法 为什么根本呢 宪法它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 根本任务和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 因此而成为根本大法 较普通法律而言 它的效力更高 制度制定和修改的程序更严 它不仅仅考虑制定宪法 这一代人 我们这一代人的利益 它还要考虑后代人的利益 比如说 对我们当代人来讲 把所有的资源用尽了 环境我们也不用管它 显然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利益是最大的 对吧 是我们享受到了 但问题留给了后来人 我们的利益最大化了 但这对于后来人来讲 是不公平的 宪法要管 因此许多国家宪法都规定了 自然自愿环境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宪法还要考虑 不能造成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 不能只考虑多数人的利益 而不考虑少数人的利益了 不能像杀苏格拉底那样 多数人想杀了谁就杀了谁 宪法凝聚了人类的理性 它确认了人类的生存权 财产权自由权等等 它不是为了一时或一群人的利益 而是为了一个国家 以及公民 永久的共同的利益而制定的 因此宪法才具有了根本法的地位 具有了最高法律的效力 违反宪法的法律和行为 自然就应该归于无效了 为了确保这一规则 实际上各国都设计了符合自己国情的 违宪审查机构或者宪法监督机构 我们说宪法是根本法 还在于它有更为严格的制定修改程序 而不能说改就改 现代宪法制定和修改程序都会很困难 有的国家宪法规定 国会在两院议员三分之二多数认为必要时 可提出宪法修正案 有的国家规定 公民联署才可以提出议案 在审议程序的设定上 通常都要高额的出席人数 或者设定高额的赞成人数 比如比利时宪法就明确规定 修正程序中 两院任何一院的出席人数 如未达到全体议员的三分之二 不得进行表决 未获得三分之二多数赞成 不得通过任何修正案 甚至成立特别制宪会议来做出决议 我国的宪法修改也非常不容易 规定拥有修宪提案权的主体只有两个 一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一个是五分之一以上的全国人大代表 除此之外 任何政党社会团体国家机关 不得提出修宪动议 进行宪法修改 通过的程序还必须经过 全国人大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 多数同意才行 这里大家要注意 宪法不是不可修改的 宪法从来不是社会进步的阻力 恰恰相反宪法一直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或者对社会进步予以认可和关照 有人或许会问 宪法是总契约 宪法是总章程 宪法是根本法 那么宪法到底是什么呀 我说呀 宪法就是为了确保国家治理能够科学化 人权能够得到保障 而设计的一整套科学的顶层制度设计 一部科学的宪法设计出一套有效的制度来消解不满 促进社会公平 社会创新和常治久安 如果说蒸汽机 电力 计算机 互联网 手机等等这些带给我们方便条件的 这些科学技术 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创造的话 那么我们说 宪法正是基于对人性的理解 并引导人性向善 防范人性之恶的杰出创造 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 开篇我们提到 宪法的产生与发展 促进了人类的生产力前所未有的大发展 习近平同志引用韩非子的一句话就是说 国无常强无常弱 奉法者强则国强 奉法者弱则国弱 我们战国时期 哪个国家 依赖法律管理国家 哪个国家 就发展起来 你看 秦国从最弱的国家 到最强的国家 很大程度上就是采用了法律 而不是原来的那种 行不可知 微不可测的人质传统 当然 今天我们讲这句话 与韩非子的那句话 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那时候的法是为老百姓定的法 而现在的法是给全体社会公民定的法 无论你是普通公民 还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 都要按照宪法和法律来办事情 没有人有突破法律的权利 这也是典型的宪法思维 只有如此 人们才会相信法律 法律不会自然而然的变成人们的信仰 只有它长期的对任何人都有用 它能够解决我们身边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 各种纠纷的时候 法律才会逐渐变成人们的信仰 今天我们倡导依法治国的前提是一线治国 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一线执政 就是要建立起一种用科学的制度 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习惯和治理方式 四中全会讲到 从法治上为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提供制度化方案 我觉得也是这个意思 这也是为什么 今天我们强调要学习宪法 学习宪法精神 学习宪法思维 总结经验教训 让我们这一代人 让我们的后代人 都能过得更加舒适 更加幸福的重要原因 今天我们从四个方面 讲到了宪法对一个公民的重要性 对一个国家的必要性 对一个社会发展的推动性 宪法是人类经验教训的总结 是顺应历史潮流 符合历史规律的伟大发现 是人类用制度来解决权力滥用的问题 激发人的天性 促进社会秩序的伟大发明 那么这样重要的宪法 是如何在人类社会发展中 逐渐诞生的呢 我们中国又经历了 怎样一段宪法制定之路呢 我们在明天的节目中 继续为大家讲述 今天的法律讲堂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宪法 已发展